周末的国家队比赛日,多场比赛进行,其中智力队迎战哥斯达尼加队,最终90分钟比赛战罢,智力队2比3输球。 这个比分只是90分钟的时间,其实智力队1度0比3落后,智力队堪称完败了,而智力他头排桑切斯更是悲伤,他踢丢了一个点球。 比赛的第812分钟,智力队1比3落后对手,此时桑切斯制造了一个点球,他亲自主罚站在12码处,他踢出了一个勺子点球。 只是棋步实在糟糕,他骗过了守门员,只是射门那一下着实差劲,守门员身体重心,失去后用脚打出去了。 虽然桑切斯最后还是打进一球避免了球队的惨败,但桑切斯这场比赛的表现只能用糟糕来形容了,而事实上这就是他本赛季的前途写照。 他在曼联已经沦为板凳霞,而他40万棒的周星也让他饱受压力,身披7号战袍的他已经坐稳曼联队时最水7号了,走到如今这一步,不知道桑切斯是否会后悔了。 当初他在埃森那抗议要离队,随后有两支球队给他选择,一个是曼城,一个是曼联,去曼城钱少,荣誉很多,去曼联钱多,前途难料。 最终桑切斯去了曼联,然后就没有然后了,一直到现在这个地步。 桑切斯的沉沦可谓是典型的选择错误,他牵手莫里尼奥,就是自己给自己挖坑了,远不得别人,莫里尼奥不会用进攻球员,而且还深藏着大巴基业,目前的曼联成绩表现差,很多进攻球员都被莫里尼奥用废了。 桑切斯目前已经在寻找下家了,黄马,大巴黎都有一塌,不过他这份薪水是肯定要降了,否则没有人愿意接他,毕竟他是在曼联烂过的人。 他已经不是那个在巴扎,阿森那抱走的球星了,戴古龙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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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